Tiktok 哈嘍 大家 哈嘍哈嘍 喔 終於趕來了 因為剛剛呢 剪頭髮有一點小delay 所以 大家沒有久等吧 大家晚上好 大家晚上好 應該有些朋友看到我這直播 不太確定我這個直播的主題 這直播的主題呢 是因為20萬粉絲 然後我那時候有答應大家 要和大家聊聊天 所以呢 這是一個20萬粉絲的一個福利 然後呢 希望跟大家聊聊天 然後我也有收集就是 呃 大家的問題 等一下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後我剛剛 因為 在 做頭髮 所以 有人問我說有沒有吃晚餐 我剛剛吃了頂瓜瓜 對有點油 嗯 先跟大家閒聊一下好不好 我們一兩分鐘再進入 時間 上線 可以嗎 剛剛lag一下 晚上好 大家 跟大家閒聊一下 大家都有吃嗎 芋頭你走什麼走 芋頭啊 芋頭今天真的是 蠻特別的 好像有本來想要運動 然後人也不知道去哪兒了 嗯 沒關係啦 年輕人要多睡覺 沒關係沒關係 好 唉唷 大家現在應該都很順吧 對不對 沒問題喔 都吃過了 唉唷 四豪哥嗎 好 那我們先來20萬直播的這個 Q&A 來一個小樂聲 有人問我說黑白切推薦的第一小菜 既然是小菜的話 我就是推薦菜的部分 就是我推薦小黃瓜 而且要有點酸辣的那種 然後用三個形容詞來形容 凱心人 無懼 溫暖 善良 欸什麼遲到大王 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我也是很想趕過來啊 對不對 沒有沒有真的時間沒有抓好 不好意思 讓大家多等了半小時 我的錯我的錯 好 然後有人問我說12月買到最滿意的東西 欸 我去日本的時候有逛御電廠 然後 御電廠就是日本的Olet 然後我買到一個真的很喜歡的東西 是BB的一個手拿包 因為我想要一個很好看的手拿包 很久了 然後 在那邊真的看到一個 哇 太甜的價格 然後我就買了 是一個 我還沒有背出 我還沒有拿出去過 它是一個 橄欖綠色的一個手拿包 大概這樣子 我很喜歡 哇 那日幣買真的是太便宜了 然後 殘酷二選一 跑酷 或自由潛水 我會選擇跑酷 因為自由潛水其實真的 你必須要有大海 你才能夠去潛 雖然我很愛大海 但是跑酷對我來說是一個 你隨時都能夠做 你在任何地方 你都可以有一個展現一下你自己身體的技能 能力 所以我覺得跑酷它的自由度比較高 對 對 好先看一下 這個蠻有趣的就是可以和大家看一下講了什麼 好 BV的完整英文 Bottega Veneta 凱加油 謝謝 謝謝 好 然後下一個呢 凱凱最喜歡的手搖引是什麼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喝過 隱藏版 隱藏版 是 那個 你們知道隱藏版是什麼嗎 你們知道嗎 是 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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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喜歡 那個 什麼 頂呱呱 頂呱呱 就是一個快 快餐 快食 頂呱呱是什麼 頂呱呱就是像麥當勞一樣 一樣的就是它是一個台式的炸雞 然後或者是有 或者是有那個 地瓜 地瓜薯條 好我繼續回答 隱藏版呢 就是呢 沒錯 蜂蜜普爾加珍珠 呃 它是它是那個鮮奶茶 蜂蜜 蜂蜜 鮮奶茶加珍珠 我超愛 好然後呢 我們來看下一題 徐凱非常喜歡你 有沒有下一部帶波劇 下一部的作品準備嘗試什麼樣的角色 呃有喔 其實其實我到現在我都還沒有好好的分享一下之前沒有你依然燦爛的那個金絲雀的角色 因為我真的其實對那個角色其實蠻喜歡的 但是 而且那時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染金髮 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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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髮真的是 就是一件 嗯 要想清楚在做的事 因為頭髮真的會爛掉 然後 我的下一部劇呢 呃應該有一些人有知道就是 它是一個 黑色喜劇 然後風格很特殊 然後我在裡面的 我在裡面的 裝造 就是造型角色 也很特殊 呃應該會是在明年 確定 那是一個電影 然後會是在明年 不確定 不確定什麼時候 因為其實我前一陣子還在最後補錄音 所以 明年會有我的電影 而且我是主演 所以我也蠻期待 其實我們都很期待那部會長什麼樣 因為就是導演真的很特殊 就是他 他有很有自己的想法 然後 我們在拍的時候其實很 也很好奇 最後的成品是怎麼樣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如果有確定的話 再跟你們講 對 呃那部叫做導演 你有冰 沒錯 然後 對然後有人就問說 電影的配音是什麼時候上映 就是 我真的還不確定 但 有可能是三四月嗎 我也不確定 還沒有很確定的答案 然後有人問說 香水通常會先噴哪隻手 會不會隨著 心情或當天的活動改變 會 其實我以前真的是 不會噴香水的人 大概在這個 兩 三四年 以來 我開始覺得 很喜歡 我喜歡噴香水的原因 是因為香水帶給我 有一種記憶感 就是 曾經 我在 這個人身上 聞到這個香味 然後這個香味 就對我來說 有很 很 很深的記憶 所以 我覺得香水是可以表達一個氛圍 跟 一個感受 然後 有時候我真的會因為 我今天是什麼樣的心情 我想要噴什麼 因為其實 最主要是自己想要聞到這個味道 所以就是會 依照當天的心情 或者活動適不適合 然後噴少不噴多 也會看看 今天會在外面待多久 或者 或者是 我等一下就在車上 我不想要讓自己 聞到太多這個味道 量我也會注意這樣子 然後 有人問說是喜歡淡香 還濃香 我覺得我 我喜歡的是 硬要說的話應該是淡香 然後 主要是偏木質調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 有一點大自然的味道的那種感覺 我 沒有那麼喜歡花香 我喜歡木質調 然後呢 然後呢 有人問說發掘了 發掘探索很多秘境的你曾經分享過竹台雙魚生死一線 你會後悔那一次的經驗嗎 你會後悔那一次的經驗嗎 不會 我個人其實對於 很多事情 我基本上 我沒有後悔過 或者是 其實也有人問我說 我覺得這可以跟一提一起回答 就是如果有時光機 開開最想要回到哪個時間去改變什麼 或者是如果 如果 能改變讓自己後悔的事情 那你會改變嗎 我有試著想過 我到底有沒有後悔過什麼事 其實 真的沒有 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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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曾經 也有遇過很多 不那麼順心 跟 可以 預防的事情 但我都會覺得 發生了 就是發生了 然後 我會努力的 讓這個發生的事情 變成是一個養分 因為有時候真的 你得發生了 你才會在意這件事情 我 就是發生了 這樣子的 差點 溺水的 這個水難 這個事情 然後 看到身邊朋友 因我冒險 而去受了那些傷 我才會有 那麼大的一個 責任感覺得說 我應該要 好好的把這件事情 學習好 他的知識也好 或者是 我 裝備的使用 或者是我了解海礦 或者是我要如何去 去 去冒險 該 具備了什麼樣的 專業技能 我才能夠讓 身邊的人 帶軍冒險的人 才能安全 我才會有這麼大的 決心去 花錢去上課 去學習 更多事情 所以 我 我不會覺得 後悔 我覺得有些事情發生 就是要讓自己 去學會 對 然後 有人說 凱爸本身 就是奇蹟 存在本身就是奇蹟 存在本身就是奇蹟 想問說 要怎麼樣子 做到這麼自律 其實我 我自己不覺得 我自己很自律 但大家好像都很覺得 我很自律 因為我也是會 我也是會 懶惰 我也是會 就是耍廢 的時候 我也沒有辦法做到就是 很像 就是教練帶著的運動員 然後每天 做很多routine的 就是這些 這些 課表 我沒有安排到那麼細 但是我覺得 就是 要怎麼 你一定要知道 比如像健身 你一定要知道就是 我今天健身是為了什麼 然後要找到 要找到他的渴望 就是我渴望變成什麼樣子 或者是我在這事情上面 得到什麼樣子的開心 然後或者是 有時候 你真的會沒有 沒有power 沒有力量 所以我會找夥伴 我會讓 一起練 讓別人激勵我 或者是我在激勵別人的過程中 其實我也在激勵自己 所以 要 我覺得很重要的是環境 就是你要 我在一本書裡面 就是好像原子習慣吧 就是在這個書裡面 看到一個很大的重點 就是你要 設計出來這樣的環境 你一定要讓自己這個環境 是有辦法自律 那 什麼叫做有辦法自律 就是 好比說我明天就要 做的事情是 剪片 運動 自己 做飯 然後 洗衣服 好 我是隨便舉例 我就在隔天晚上 我會把這些要做的事情 放在明顯的地方 比如電腦 電腦開好 我已經打開 Final Cup 然後 衣服已經 欸 就 就是卡在 那個 那個 我 我會進入到房間的那個地方 然後 書本 日記 要寫日記 我日記會先打開好 筆會先放好 就 你要提示自己 因為有時候真的人真的太容易懶惰 所以 我會去讓自己有這樣的環境 然後 然後 健身嘛 欸 我就會 家裡會有好多個鏡子 我會常常看著自己 啊 我想要是什麼樣子 然後 我看我自己是什麼樣子 我會開心 然後 我就會 去激勵自己 然後或者是常常看一些 身材很好的人 然後分享 看這些 這些人 也會 激勵自己 就是你要知道什麼東西是能夠激勵你 對 然後 什麼時候香水會二胎 或者是有沒有其他商品 就是真的 很多人問我這個問題 欸 我們真的短時間 就是 那一次加 加了下一波之後 就 暫時不會有這樣子的計畫 但真的 其實我現在 也很想要保留一些我自己的香水 我都買不到 對 所以 欸 但是最後我會跟大家講一個好消息喔 所以你們如果有聽到的話 嗯 有福了 然後或者是其他商品就是 欸 其實坦白講 我自己有在想著要做自己的商品 但是 慢慢在跟大家分享 對 然後如果有時光機器的話 凱凱最想要回到什麼時候 對 這是我剛剛說的就是 我覺得 很多人 我 我其實會很喜歡聽 能量產很好的人 或者是長輩意見 他們給我的意見 但是 但是 我其實就是會 我其實就是會 我其實就是會怎麼樣 就是會 有些人會覺得說 欸你不要走那麼多冤枉路 但是其實真的有時候 我認為那都是命 就是 你必須走一趟 你才知道什麼是好跟壞 然後 你走那一趟 不要花太久的時間 就知道那是錯的路 你就趕快轉回來 但其實你也可以從那個上面 得到一些啟發 我個人真的是這樣子想 因為有些時候 有時候就是 就是你真的是太一帆風順的時候 你就會 很難去珍惜一些事情 然後有人問我 很多跑酷問題 覺得難不難 或者是什麼時候開始跑酷的 我好像以前有講過 但是大家 在這個時候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快速分享 就是我接觸跑酷的時候 是因為看了企業戰士跟暴力特區 然後我就發現 天啊 就是在那時候 看到這電影的時候 我真的很驚訝 我以為都是 就是掉鋼匙還怎麼樣 但其實後來發現 就是他們都是自己自身能力 那我就覺得 人類怎麼可以做到這種程度 因為我是一個很 嚮往自由 然後 無拘束 無規則 所以我以前很喜歡 俠盜列車手 因為我 喜歡的原因是因為 他可以 就是到處 就是 你開車把它開到 什麼公車站牌上面的車頂上面 就是我喜歡這種 沒有規則的感覺 然後喜歡這種 沒有 不在一個正常軌道去移動 我會把 我們會稱跑酷為移動的藝術 移動的藝術 對所以 從那時候看電影的時候 十七十七歲的時候 就接觸跑酷 但是那時候 那時候 台灣並沒有像現在 有很多跑酷教室 所以那時候就是真的是 亂練 然後有一次 就 自己去 我 我做過蠻荒唐的事情 我 我自己和一個朋友 去跑一個 就是 正在蓋 蓋 大廈 然後外面都是櫻架的大樓 應該至少十五層左右 然後趁晚上的時候 我去 爬那個櫻架 這好像不能 不太適合講 就是 未成年的時候 對 然後 我就覺得 這種探索 跟冒險的感覺很好 然後 還有一次 我就是 我都會在 就是那種 人行道啊 有一點 有時候就發瘋了 就是 不是發瘋 就是 我很喜歡運動 因為 我覺得我從小就獨自 所以 我會透過運動 跟讓自己流汗 來排解一些壓力 跟 憂鬱 因為我其實 不太會把自己 心裡的事情 告訴別人 我不太會排解 然後我也不太會 跟父母說 所以我會 用 我很喜歡在運動的時候 是真的 就是可以 讓我自己 解壓 紓壓 然後 我印象很深刻 因為我現在突然想起來 我就是 有時候 發瘋了 就是會戴耳機 聽著那種很 很重搖滾的音樂 然後 就在路上 開始跑酷 然後真的是狂衝 然後看到機車 就跳過去 然後看到 什麼 人家那個騎頭 有那個柱子 然後就 繞一圈 然後就是很瘋狂的衝刺這樣 然後到了一個國小裡面 我爬到一個司令台 什麼 可能二樓的平台的地方 然後 然後 我就看到 看到那個 這樣跳下去的地方 是那個兒童 遊樂區 有那種 黑色的那個 那個墊子 我忘記叫什麼 然後我就這樣子 欸 跳 跑一跑從 差不多一層樓高 三四米 然後那時候十七 十七歲左右 這樣跳下去 然後 我那時候技巧不好 所以 我的角度沒有抓好 我沒有 做好 我沒有 我的角度是這樣 我這兩個角 他這樣跳 我應該是要這樣子落地 我才有辦法 一下去 做一個護身倒法 吸收掉 釋放掉那個 衝擊力 但我是這樣子下去 所以呢 我倒不下去 我是直接衝擊力 就是 直接傳導到膝蓋 然後 當下聽到那個聲音 我就 OK 我就倒在地上 大概十五分鐘 到三十分鐘 沒辦法動 但好險 我那時候就是很瘦 我那時候 多瘦 我那時候可能 差不多這個身高 然後 是五十五公斤 我現在是七十公斤 我是硬練 讓自己一直 重訓 然後吃很多很多 練到現在 這個狀態 以前很瘦 所以呢 傷沒有那麼的 大 可是呢 也很大嘛 然後年輕 又好恢復 所以當下 他就受了這樣的傷 對 欸為什麼會講到這個 反正就是那個時候 就是沒有 好的管道去學習 但現在就有了 現在我帶我學生 我也可以透過我以前的 失敗的經歷 或者是這個動作 可能在外面會 會 會有什麼樣的風險 我都 曾經經歷過 我就會 告訴他們 然後他們就會 減少掉很多 這些 錯誤的過程 跟受傷的過程 然後我真的很喜歡跑酷 就是因為他 就是一個 你要說反思 不是不是 就是 我認為他是一個 你一定要靠自己的能力 欸 這個 我看博文好像這樣 就會有這個 欸 剛剛怎麼寄出來 還是 有人在跟我比賽 好 不玩這個 好 反正就是我覺得 我有辦法 掌控自己的身體 對我來說 是很自由 很開心的事情 所以我喜歡跑酷 是因為 我跟大家開玩笑過 說 欸你要跑這個技能 為什麼要跑這個 就是 就是 末日的時候 有殭屍 你要躲殭屍 躲恐龍 你要怎麼辦 跑酷啊 就是可以活比較久一點 然後 或者是 對不對 就是 偶爾有小貓要救的時候 我一直在想 有沒有有一天有小貓 或者是 小孩子的風箏卡著 讓我去救 對啊 一直在等這個機會 但是 目前等不到 還是 自己設計一下 好 反正就是 這個讓我感覺是一個很自由的事情 因為我 本身就是蠻愛好自由的 然後下一題 好 欸 就是 怎麼追 追水平男 不是我 不是你喔 怎麼追水平男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星座是一個參考 第一 然後每一個星座都有好人 壞人 這是重點 所以 先記住 不要 去 用 刻板印象 水平的刻板印象 或者是任何星座刻板印象 去定義一個人 記得這件事情 呃 星座可以當參考 那我會覺得 如果以我自己來說啦 就是 我通常不是被追的 我是去追人的 因為我會跑酷 欸不是 搞錯 我通常是去追的 就是 我有被追過 被喜歡過 被告白過 但是 我覺得水平座就是喜歡 神秘感 喜歡 自己追來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 有很多人跟我給我的 對水平的回饋是 他們很害搞曖昧 然後搞不清楚他們在想什麼 確實 我覺得 很容易會喜歡很多事物 或者是對很多事情感覺好像很有興趣 但是 真的 喜歡 需要很多的 時間 確認 然後如果確認了 就可以在一起很久 這是我對於我自己的判斷 那 呃 就是 大概對於水平的了解 所以 我覺得不要 想要追水平的話呢 不要 一開始就 開全部 慢慢認識 然後 來來回回 不要自己 一股腦的 你就好像想要付出所有 然後讓他 讓他就覺得說 欸你看我都付出這麼多了 沒有 那對我來 對喜歡自由的人來說 是一個壓力 所以 秋一點 當朋友也可以 然後不要有一定要怎樣的態度 去認識這個人 你搞不好也會在過程中 覺得到底適不適合 或不適合 就你也可以早點收手 收手 反正我覺得面對所有的事情 呃 面對所有感情應該就是要這樣 就是 先觀察 好好觀察一個人 然後水平座 你試著 讓他來追你 啊好 大概 我不知道大概 大家懂不懂 這個意思 嗯 然後水平座 是不是 對啊就是有人問我說 是不是真的很喜歡拉扯曖昧 我講真的喔 我好 我不知道我在哪裡分享過 我可以再跟大家講一次 我其實很不喜歡曖昧 我很不喜歡浪費別人時間 以前的經驗是 我感覺到這個人 有對我 有朋友以上的意思 然後我對這個人 只是想當朋友的話 他有表現得很明顯 我不想浪費他時間 我其實是會 直接和他講 以前年輕的時候 有點不夠圓融的時候 會直接 跟他說 欸我只是幫你當朋友 比較喜歡我 我覺得有點傷人啊 但是 就是 因為我覺得 對 就是你知道告白 然後突然這樣被打槍的感覺 我現在想一想也是挺難過 但是 我當下是覺得說 不想浪費對方時間 然後 我也不想處理這樣子的狀態 所以我不喜歡 那我不喜歡這種 跟很多人曖昧 或者是 或者是這種拉扯的感覺 對我來說其實是痛苦 但是 但是 就是 當然是 就是要兩情相怨啊 對我是直求行的 所以 水瓶錯是不是這樣子呢 嗯 我覺得 就看人囉 看人 好 日本的生活分享 就是 我這次去日本 其實我真的很想放鬆 但是大家也看到 就是 真的蠻多工作要拍的 所以 我覺得很好玩 很充實 然後吃到很多很好吃的東西 然後我覺得 呃 因為我去東京 東京真的 對我來說我覺得 那個 物價算高 然後 住的地方 小 又蠻貴 但是我 去了 呃 我有去 那個 富士山 和口湖 然後 我去了那邊之後 我覺得 那邊 我是去超市去比價 我去超市 我發現說 天啊 那個壽司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超便宜欸 900塊日幣 就有 那種 很豐盛的 綜合生魚片 10罐 對啊 就是 真的很便宜 然後 便宜到我覺得 我很想住那邊 每天看著富士山 然後吃著 超市裡面 自己買來的東西 欸 壽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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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壽司 所以 我覺得 好像要看地方 但是 那時候 我覺得蠻 蠻幸福的感覺 因為 就是 啊 去到 那個 河口湖嘛 看富士山 真的超美 然後我後來有去 一個地方 叫長野 長野縣的 阿志村 那邊呢 我還沒有分享 因為 其實我還有拍 我還有拍一個 露營區的 這個 合作 然後他 真的很厲害的是 晚上星空 真的是爆炸美 因為那邊呢 是 日本環境省公認 最適合觀新的地點 阿志村 之後再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超棒 所以我就很喜歡這種 就是到一個地方 然後我可以自己 你看 我其實不喜歡搭捷運 但是日本很方便 我在台北也是 都是開車 我很喜歡自己 掌握 掌握 我的方向 掌握我的 移動的人 所以我 我到日本 我自駕 我覺得我 真的覺得超開心 因為就是 開在山裡面 然後 去到我想去的地方 這邊Google 就找一下 欸這個 拉麵感覺不錯吃 我就 開車去 這種感覺 很棒 所以 我 其實很想去滑雪 在日本 但是這次沒有滑到 那這次的 日本的生活分享 就是 會陸續在 我的IG 會再分享給大家 好 下一個 凱凱喜歡的人格 特質 跟性格 我覺得 我 我交朋友 第一個真的是看 對方這個人 正不正直 善不善聊 因為我 我覺得我是一個 以前吧 我到現在也是 我都 一直相信 就是 人性 本 善嗎 不是 就是我會想 常常用自己的想法去想別人 所以我就會覺得說 他應該不會做這種事情 或是他應該不會 那麼邪惡 或者是 做這件事情 再怎麼樣也都會有羞恥心吧 所以我都會常常 就這樣子被人家 利用或 騙 在以前的時候 所以 我覺得 我喜歡的人格特質是 無私 然後 善良 正直 然後 呃 就是 我覺得這個是首要條件 我覺得做一個人 真的是 不善良 然後他有帶有很多目的去跟你交往 或者是在一起 當朋友的話 我覺得 太累了 然後 我真的超不喜歡去這種 搞這些心急 有的沒的 然後 還要去 對人設防 因為我 我覺得很累 對 所以我很喜歡 我很喜歡 真直善良的人 所以其他我覺得都可以 這樣子 好 然後 凱 2024年 有沒有什麼見面機會 呃 目前知道的 三個 和大家 分享 很多人也知道 一月要去澳門嘛 見面會 我很期待 真的很期待 因為我沒有去過 然後呢 還有一月底的演唱會 然後呢 還有一個 有一點演唱會 我跟芋頭 也有努力在練 練習一些歌 對 那我 我知道的就是 我們會有 單獨對唱的部分 就不 對 應該是 會努力 努力練習一下 然後還有 一個 之前 呃 呃 大家如果有 看我那個 動態的話 就是 我有想要做一個公益活動 然後之前我不是 有團購面膜嗎 然後 我會抽出十個人 跟我一起去 去 我目前還在找 然後 我會去 一個 狗狗的 浪浪的地方 然後我們去 洗洗狗 或者是散散布 帶狗散散布 然後把這個捐款給他們 所以 這個不是一個公開的 但是 對 這是一個一月 我目前知道有的 有機會有的一個活動 然後二月之後 我也真的沒有想那麼遠 就是 且走且看 然後 就像我剛剛說的 有可能三四月 電影會上映 如果順利的話 然後 可以邀請大家 對 OK 好 我會不會 我會不會 講太那個 大家 這個 引述OK嗎 今天才敷完面膜 真的 我真的是 蠻喜歡那個面膜 很 滋潤 好 看一下大家 還有沒有在說什麼 如果沒有 我繼續好不好 OK嗎 欸 什麼 再快一點 是要多快 喝點水 好 我喝點水 喔 警察 嗯 我這樣 速度OK齁 OK 你幫我注意一下那個留言齁 好 OK 好 繼續喔 凱凱怎麼進入角色 定位比較模糊的角色 呃 范澤瑞 演范澤瑞的時候有沒有遇到瓶頸 或者解決辦法 你超棒 感謝 謝謝你 謝謝你喜歡 我覺得呢 真的在 呃 現在回想起來 我突然想到就是 我跟佩玉姐 我們編劇佩玉姐 在 呃 演某一場戲的時候 然後 呃 就休息時間 我和她在7-11一起喝一杯咖啡 然後跟她聊一下 就是 聊一下這個角色 因為我真的有覺得有一點點困難 就是 就是 范澤瑞這角色真的是有點複雜 然後 她內心很多掙扎 但是她不是顯現出來 所以 很多 很多狀態是 你不能特別去演 演一個很表面的狀態 而是 你內心真的要有這樣的掙扎感 再去呈現 所以我覺得 這個角色真的是比較糾結 然後我覺得 我自己進入這個角色的方式 就是 呃 我覺得我不是一個很天才型演員 所以我 會花很多努力去做的就是 把它寫下來 用文字寫下來 寫 她的過去 我認為的過去 然後和佩玉姐 或者和導演 導演給我的幫忙真的很多 因為 我真的第一次遇到 這麼 好溝通的劇組和導演 然後導演真的 夢塘導演真的幫我們 幫我 不管幫芋頭 其實她真的也幫我很多 所以 我很開心 對 這真的要特別感謝一下 因為想到他們 我就覺得很幸福 對 所以呢 在這過程中 他們也引導我很多 因為我其實 呃 我有和大家分享過 我其實是 呃 這個等一下再講 對 就是 我覺得我進入角色的方式 和 一定有遇到瓶檢的時候 但是我是盡量讓自己去 走 這個角色的心理路線 比如 我不想要讓對方 呃 我不想讓大家知道 我其實內心很脆弱 跟很需要被愛 所以 我 那個表現的方式是一種 呃 表面的強 所以 范哲瑞一開始才會 好像放浪不羈 好像要讓大家覺得 呃 他很OK 或者是什麼事情 都做得很好 但是他其實是 尋求一種認同 但是 會做的 其實看得出來的人 就會覺得 看得出來這個角色的人 就會覺得 他其實有點用力 可以看得出來 他 是不是真正的自信 而是想要 尋求認同 而展現出 這樣子表面的強 所以我覺得 自己在經歷過很多情緒 跟過去的經驗 可以幫助很多 然後 呃 會去翻一下自己的情緒檔案 或者是經歷去 試著理解這樣子的人 然後 呃 沒有辦法理解的時候 就會更多的去 吸收 導演 或者是編劇 對於這個角色的看法 或想法 然後 一直去鑽研他 心裡的路徑 當然 呃 還是有很多 有一些片段 我自己在看的時候 不盡理想 但是我覺得 我知道我當下有經歷 其實 就是 就像我前面回答過的問題 我覺得 我不會後悔 就是 雖然我看到一些片段 我覺得 哎呀 我知道那個當下 其實我沒有 來得及把 情緒表現得最好 但是 我曾經說過 我曾經說過 其實 這樣的畫面 對我來說 也是一個日期 我可以知道 那時候的我 心裡面還不夠強大到 不在意 呃 所有的劇組 劇組人員 所有的壓力 所以我沒有那麼的 focus在這個當下 所以 對我來說 看到那個神情跟表演 我覺得沒有很理想的時候 我就會想到 嗯 那時候的心理狀態 30歲的 我的狀態 對於表演 對於 那個角色的看待 跟專注度 在哪裡 所以我會覺得 我會覺得 我不會後悔 因為我知道我有經歷 然後 我會更好 對 嗯 然後 有人好奇我 戴的戒 戒指 有點像葉子 我覺得應該 我今天沒有戴 但是那個不是葉子 那個是一個羽毛 我很常戴 呃 還有人魚項鍊的由來 因為感覺我經常戴 你們有點好奇 呃 簡單講一下 那個戒指是羽毛 我很喜歡它的原因就是因為 我真的很喜歡大自然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羽毛象徵是一種飛翔 鳥 自由的感覺 所以 我 把它帶在手上 就像香水一樣 聞到這個氛圍 我會想到什麼 我看到這個戒指 我就會 我就會想到 自由的感覺 所以 我很想飛 嗯 然後人魚呢 就是金 呃不是不是人魚項鍊 它是金魚尾巴 對 因為金魚是 就是算是目前 最大的哺乳類動物 然後我很喜歡 就是金魚的那個影片 所以我 本人還沒有真的 親眼看到 這個 金魚睡覺的樣子 大家可以上網去看 就是 他們睡覺的樣子真的是 但是 他本來是這樣 他會這樣 然後 我看過有人 就是 游在他旁邊 然後 人非常小 就是對我來說 這個巨大的生物 帶給人 是一種很 很強大的磁場 跟能量 所以我很喜歡 欸什麼東西 芋頭 你是 要去睡了是不是 你今天睡了還不夠嗎 欸我覺得真的是有點誇張 芋頭要去睡 晚安大家 好啊 很好啊 算了算了算了 OK啊今天還睡不夠是不是 到底有沒有運動啊 嗯 對 真的太扯了 真的太扯了 然後 繼續 凱凱覺得九行人格 對自己的幫助是什麼 呃 今年開始我 呃 因為我們的 這個 奇奇化妝師 他建議我去上九行人格 之後呢 我就會覺得說 我也有一點興趣 因為他講的 欸是有 那麼有一點道理 而且我在看九行人格 書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說 就是 講的蠻準的 比星座還 還 還詳細跟 正 就是 全面 然後90% 感覺都跟我很像 所以 我就去上了這個課程 然後也很感謝 就是竹君老師 有這個課程讓我上 因為我覺得竹君老師 真的是他在 呃 自己心理健康度 跟自己在講這個課程的時候 有時候真的 你真的要遇到一個好的老師 這個 什麼行業 什麼樣的 學習 都是這樣 就是 我覺得呢 九行人格 對我來說 是一個理解自己 非常好的一個路徑 因為他是 他是做題目的 然後 他是 關乎你的童年起源 所以 這可以追溯到 為什麼 我在 每一個人在 在其心理防備跟 防備機制的時候 到底是什麼 那我給大家 大概簡單一下 因為這個真的要講 真的是 我自己都沒有到很透徹 我是六行人 六行人呢 他就是一個 嗯 渴望被大家喜歡 所以呢 在很多情況下面 會有這樣的選擇 那 這個東西 會 產生一些防備機制 就是 呃 你到底是不是為自己而活 還是 為了要讓大家喜歡 所以 這個東西可以點醒自己 就是 欸你到底 會不會太在乎人 太在乎大家的情緒 或者是 容易焦慮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會 去反省很多事情 然後 聽 更理解自己之後 我就知道怎麼樣去修正 然後知道自己是在什麼樣的 健康階層 其實我覺得這真的是蠻好的 所以 我覺得這要講的會 會講太久 所以 大概和大家分享 是這樣子 嗯 然後 喔 我認為他對我的表演也有幫助 因為我 我一直覺得表演就是 在 演一個人的人生 所以 當你可以更理解 很多種不同性格的人 跟 他的路徑 跟童年起源 跟為什麼會 這樣子的時候 你比較好去 跳脫自己的視角 去看一個人 嗯 好 然後 還有 再來是 身為男人 身為男人 會給粉絲 選男朋友 什麼樣的建議 我會建議呢 不管 你們要 找另外一半 還是怎麼樣 記得要先觀察 不要那麼找 暈船 好不好 好 然後 但是 年紀輕 就 唉 多走吧 我現在是覺得沒有什麼事情 是一定的正確 或錯誤 所以 我只會覺得說 大家要多觀察 然後不要走太多冤枉路 不要讓自己受得太嚴重的傷 但偶爾受傷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我 剛剛有講過說 我喜歡的人格特質 我也希望你們會喜歡 就是人追尊號就是善良正直 然後 我覺得另外一半 我覺得啦 有耐心這件事情 是很棒的美德 還要有幽默感 因為 真的 不要太嚴肅 開心一點 有幽默感 生活會有點有趣 對 OK 然後 我喜歡對工作有熱忱的人 對 好 嗯 我覺得蠻棒 欸 等一下 好 下一題 下一題 下一題我好像沒拿到 下一題是什麼 開開 變得比以前更柔軟 或是說 焦 想問一下是因為 什麼 打致這樣的變化呢 變得更柔軟或焦 呃 我不知道 欸 其實我知道自己 有變得蠻多的 然後 我覺得很 因為我自己其實 不認為 所謂的 男生 女生 這個標籤化 它應該呈現的 樣子 應該是什麼樣子 所以 我覺得在這個社會中 應該就是 性別也需要去標籤化 所以我不覺得 男生就應該有 有什麼樣子 或什麼樣子 就是 就像我曾經 我突然想到就是 我曾經有 在健身的時候 突然想到一個事情 就是 我覺得 你舉得起多少重量 不代表 一個人man不man不代表 你能夠舉起多少重量 而是你能夠扛起多少責任 所以 你的性格是怎麼樣子 跟你的狀態是怎麼樣子 或者是 焦或柔軟 但是我覺得最重點的是 你這個人可不可以 就是 有責任感 所以我一直覺得 我是一個打破 喜歡打破規則的人 我不覺得 身為男生 就應該要怎麼樣怎麼樣 我覺得 男生也可以很柔軟 女生也可以很man 他也可以很帥 然後 男生也可以留長髮 女生也可以留短髮 我覺得 喜歡自己的樣子最重要 但是 我也覺得就是 不是用傳統的性別的 樣板去展現出 你應該要有的價值 而是 價值的核心到底是什麼 所以我還蠻喜歡這樣子 好 下一題 想知道自己奇蹟播出後粉絲快速行成長 心境上有什麼改變嗎 對日常有什麼影響呢 不好意思 就是大家聽得到那個 我經紀人講 講的話嗎 因為他有點距離 你再講大聲一點好不好 想知道自己奇蹟播出後粉絲快速成長 快速行成長 心境上有什麼改變嗎 對日常有什麼影響呢 他最近有點感冒 燒瞎 所以 原諒他 你多喝熱水好不好 粉絲快速成長 真的是 真的是很驚人 因為 我們現在20萬粉絲 然後 我其實 幾個月前我們才 才多少多少多少 其實 我覺得呢 這可以真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 我覺得 有時候衝得太快 對人 都是 有優點或缺點 對所以我常常在告訴自己說 不要去太在意 數字這件事情 然後 對所以就是 我覺得啦 要清楚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然後 我是演員 所以 我當然還是要繼續往演員的路上去走 但是 我同時 又是一個 極愛分享的 秘境獵人 所以我很喜歡去分享這些景點 我覺得他都沒有衝突 但是呢 粉絲多了之後 他對我來說是一個社會責任 就是我開始影響力更大了 所以我開始講的話 有更多人聽了 甚至很多人會因為我們的一些言行舉止 去做出他的反應跟行為 所以我覺得這點真的要有一個 你自己很清楚自己是什麼樣子 而不要演出你應該有什麼樣的形象 我一直常常提醒這樣子 因為 開始你如果會 因為我粉絲很多 然後開始我會有 形象 偶像包袱 然後 我為了要 假裝什麼樣子 很好的形象 我覺得這對我來說 太假了 然後也太 也太累了 我很討厭累的這件事情 我覺得 你當一個人說 說謊 說久了 你根本會忘記你自己是什麼樣的人 跟你 你說了多少謊言 對 所以我覺得呢 就是 我一直在努力 這點其實對我來說很開心 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 有那麼多人的支持 可以讓我更有動力去往 我真正想要的方向前進之外 我知道很多人期待著我 然後我也期待著自己 所以大家推動著我一起前進 成為我想要成為那樣的人 然後我真的是一個 有資源會想要分享的人 所以 我開始有這樣的能力 可以更多去做一些分享的事情 跟 不管做公益或者什麼 其實 我很開心 我心裡面是很滿足的 對 所以 盡量不要把這個 數字當作 成功的定義 盡量不要太在意數字 但 還是要保持初心跟你想做的方向 然後 好好的定睛在你前方的路上 然後不要 你知道 我一直講的 做一個知識 知識顧而不識顧的人 對 就是 要永遠提醒自己這樣子 對 沒錯 好下一個 這一點 不一樣 你怎麼 沙啞成這個聲音啊 要如何才能嫁給你 好 笑 小溫凱 EMO了 要怎麼樣離開這個情緒 好 嫁給我是不太容易啦 就是 畢竟就是 這只有一個人可以啊 對啊 所以有點難啊 嗯 那 你說 如果我EMO了 我要怎麼離開這個情緒喔 我覺得 我覺得 你不要 你們大家不要看我 好像平常真的很不錯 欸 心情很好 欸不是啦 我相信大家也 也不一定這樣想 對 就是 我其實有很多 EMO的時候 尤其是 我剛剛提到我是六型人 偷偷跟大家講 其實博恩也是六型人 好 沒有事 就是呢 呃 就是 其實 我是很容易 焦慮的 這個人格是容易焦慮的 所以 其實我很 很常就是 庸人自豪 想太多 然後 太在意別人的情緒 或眼神 或怎麼樣 怎麼樣 怎麼樣的 所以 有時候給自己過多的壓力 和期待的時候 也是會EMO 或者是 天氣不好的時候 也會EMO 對 然後 所以我都會怎麼樣子呢 我會 我會 多多去運動 嗯 經紀人 我 這樣子喔 好好 什麼意思 好 反正呢 這一題就是說 你一定要找到自己的興趣 然後 找到一個會讓你開心的事情 對我來說 可能是跑酷 所以我會有很多興趣 跑酷 或者是跟 一些帶一群 我很好的朋友去大自然 去取得能量 我覺得去大自然 真的會讓你開闊很多 因為 我現在真的覺得 呃 大家可以聽聽看就是 我認為人與人的接觸 是能量的交換 然後 什麼事情 什麼東西都有能量 大自然 有它專屬的能量 城市 有它的能量 所以 當你待在 鋼筋水泥的地方 太久太久 太壓抑 尤其是你居住的環境 又是在黑暗 沒有光線的地方 它本身就是一個 不好的能量的淤積 所以 要多多的去戶外 大自然 所以這是我很常看身邊的人 很開心 當時在做這蜜紀念頻道的初衷呢 就是我帶著身邊演員朋友 其實大家都有自己的 未來的壓力 或者是 呃 困難的地方 但是他們在大自然裡面呢 大家可以不用花到太多錢 就可以取得到 真的很 從內而發的快樂 和滿足感 那是我在當下看到他們笑得那麼開心 是我做秘境獵人的一個初衷 然後很希望帶給大家 就是這樣子的好的方向 對 所以我覺得 對啊 就是 這是我一個分享啦 那 我覺得每個人都會有情緒 就是你要找到自己 然後 不要太 過度依賴一件 不那麼正確的事情 對 好 下一題 欸 哎呀 嗯 這一題喔 不是結束了嗎 沒有 呃 因為他 有 這一題是 最後一題啊 有一個 對 他說 唯一讓我爬過來是遇見奇蹟的你們 真的有好一點 但最近又恢復原本的樣子 這其實我在看這個題目的時候 其實 我最近有看大家的信 雖然非常多 但我至少有看七八成 其實我真的很喜歡 呃 沉浸在大家 每一個人不同寫的字卡片的能量裡面 就是 就是你可以感覺到 很有趣 就是每一個人都是獨特的個體 他的筆跡 他的字跡 他用信件想要呈現他的感受 然後我看到有一兩個人 就是 其實我覺得真的很 對我來說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就是 我們可以因為演一個角色 然後讓大家去 被療癒 因為其實我以前在 台藝大戲劇戲的時候 我們就有一個課程叫做戲劇療癒 的課程 他透過這樣子 扮演這樣子的經歷 而去抒發自己心裡面的情緒 我們那時候有這樣子的 一個課程的存在 但是 我就知道說 其實戲劇是可以療癒人的 然後 大家如果對這個角色有同感 跟情緒有同感的時候 就可以 被療癒 然後我很開心 很多人給我們的回饋 給我的卡片裡面內容寫到 就是他們 呃 可能曾經在一個不好的狀態裡面 但是變得好 但是 其實我 同時也想要提醒大家 就是 不要 太把一個 虛服的事情 當作是一個 自己 很重要的服務 因為 你要相信自己 你最應該相信的人 是自己 而不是 我 我認為所有人 都有可能離開你 就算家人 生老病死 然後 你最在乎的人 都有可能背叛 或怎麼樣 但是 當然你不用用這種不好的態度去想他們 或者是 被一個 比較負面的思考去看待 我覺得 它是一個 生命的循環 跟 狀態 所以 我 會建議大家 就是 如果你們心情真的 發現自己 有點 我覺得這是一個影 就是 你如果真的太發現自己 太沉溺 沉溺於一件事情上面的時候 你要提醒自己 如果今天這個東西 這個 東西 不見了 那我是不是又空掉 好 它可能是一個短暫的影 它可能是短暫的信念 但是 如果這個信念是會消失的話 那你要小心 就是 不要太靠這個東西 而是靠這個東西 去找到你自己人生的方向 跟 找到 相信自己的價值 讓自己更好 所以 其實 我真的 我真的以前其實很難理解 就是 追星星星的人 他們的想法是什麼 但是 拍了奇蹟之後 其實我最大的感覺 跟 收穫是認識 你們這些粉絲 的心情 其實我有時候真的是 想到會有點 想要 就是很 很難過 跟同理 一些心情 就是 其實很多人 可能或許他們不是在一個很好的狀態 但是 但是 我們對你來說是一個力量 但我都很怕說 那如果 我 變得不是你們認識的那個我呢 比如形象翻車 或者是 這個藝人 他 後來 做出了 你 沒有辦法接受的事情 那該怎麼辦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就是 就是 我很感謝 就是 了解這些 之後我就發現說 就是 應該 這就是我很常提醒 跟 和我的粉絲講 就是你們要 讓你們自己人生過得更好 這才是我會開心的事情 你們不用 就是 要付出什麼事情 然後在我身上 然後 讓你們自己變得很辛苦 千萬不要 我希望看到 跟會讓我開心的事情就是 我看到你們更好 我看到你們多學了一項技能 然後我看到你們 考上你們想考的地方 得到你們想要的工作 跟 愛上了一個你想要愛的人 然後 找到你人生的快樂 然後 開始 睡得早了 不用吃藥了 跟 就是變得更好 嗯 就是變得更好 就是我希望大家 自己要變得更好 好 先這樣 好 下一個 欸 喔沒了 好 好 那其實 時間好像也快到了 因為今天也快一小時 OK 時間快到了 有跟大家說聲 準備說聲晚安 有沒有最後想要 那個 問一些什麼問題 好不好 再三分鐘 有沒有想要問什麼問題 最喜歡的電影 最喜歡的電影 我說真的 每次都是什麼 最最最喜歡的藝人 最喜歡的演員 最喜歡的電影 對我來說真的超難回答 因為 我這個人就是六代七 七呢就是超喜歡一大堆東西 然後到處 到處最 就是興趣廣泛 所以我真的喜歡很多東西 所以 很難從腦裡 像我昨天看的 威力 萬卡 萬卡 我也超愛 因為我覺得他 我很喜歡萬卡 他這個人 所帶出來的一個信念 他是 為了他媽媽 而去做這些巧克力 然後他也不是為了錢 就是 這些信念 我覺得 我都可以從很多人的身上 找到一些 跟電影身上 找到我喜歡的東西 所以我 好像 很難現在再講出一個 最喜歡的 什麼 什麼經紀人快出來 什麼意思 你們要看我經紀人 為什麼 你 你 你要出來嗎 大家想看你 嗯 你有化妝嗎 請幾人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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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 林玉彤嗎 欸 欸 好像很帥欸 欸 你剛剛不是女生在回答嗎 欸 欸 沒有喔 我剛剛 鬧鐘響我就突然在這邊 你 你剛剛 你剛剛的聲音是怎樣 是怎樣 沒有怎樣啊 喔 你剛剛睡醒 對啊 啊 我早上等你運動 那麼久 你現在睡醒 對啊 你說到現在喔 對啊 欸你真的把你人生都睡掉了欸 欸 什麼這什麼頭 是蠻帥的吧 欸 欸 啊你怎麼在這啊 欸 我怎麼在這啊 欸對啊 嗯 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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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要看 喔 才剛睡醒啊 你剛睡醒啊 早上不是 不是跟你上去健身 對 我後來睡 又繼續睡 又睡到現在啊 欸所以 真的藝人一睡醒就長這樣 對啊 哇賽 你們都不用就是梳 梳妝打扮這樣子 不用啊 就長這樣 亂亂的啊 哇好好看喔 真的是蠻好看的欸 亂亂的 就就 就出門啊 對啊 這樣子喔 對啊 嗯那 那你剛剛那個 在外面的聲音 可不可以再一次 什麼聲音 剛剛講話不是我啊 是經紀人啊 喔經紀人 對吧 然後你剛剛特別為了我來 對啊 就 那經紀人現在在哪 我去幫你找他一下 嗯 好 有找到嗎 有啊我來了 是你喔 對啊 哦 嗯 好啦好啦你可以回來了 你可以回來 好謝謝謝謝謝謝經紀人 謝謝 沒關係你可以下班了 OK 愛你愛你 來 好啦好啦好啦 OKOK 那既然你都來了 不然 怎樣 來小回答一下 一些 我20萬粉絲 大家有些回應 要不要回答一下 要不要 嗯 我來看一下有沒有人問 關於你的問題好不好 喔 好嗎 好啊 好嗎藝人 可以啊 好嗎綠豆 就剛好可以 剛好可以 剛睡醒 剛睡醒回答比較真實 對啊 有人問說 日本難忘夜晚的趣事 你有沒有想 分享一下 日本難忘夜晚的趣事 對 欸你在日本有沒有發生什麼 難忘在夜晚的趣事 有嗎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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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喔 沒有什麼難忘的夜晚啊 什麼意思啊 所以就是說 去日本 你一點都 不覺得有意義 也沒有 然後我覺得很棒 也沒有很 就是去日本見面會啊 然後跟 很多粉絲們一起 就是 在台上 台下互動啊 然後什麼的 就是 就是 我覺得都 每一場的見面會 包括台灣人是錄影 就是都 很難忘這樣 喔 啊你跟那個凱凱 她去日本 你們都沒有自己 私下難忘的事情齁 有嗎 嗯 嗯 比如在街頭 然後就是 玩水槍的事情啊 什麼事啊 就是 為什麼要在街頭玩水槍 對啊 就噴射什麼 日本可以這樣嗎 應該不行啊 對啊 對啊 怎麼會在日本玩水槍 我只是 可能 就是喝輕 然後 在販賣機 喝飲料 嗯 喝飲料 在販賣機 喝飲料 對啊 這個是很特別的故事 好像不太 蠻特別的啦 對 就可能要問一下經紀人 可不可以講 嗯 經紀人可以說嗎 我去找他進來 你剛剛叫他走 哦那找快一點齁 對 欸不用特別繞很遠 嗯 欸 欸 我們可以講嗎 不行 喔不行 經紀人說不行啊 哇 那 那不然就是先掠過這一題啊 就是 那你有沒有什麼可以講趣事 隨便講一個 你現在隨便想一個 哦就是 就是 我覺得蠻有趣的 就是日本他們 呃 就是我記得我有搭到一個捷運 嗯 就是 他那個捷運是 跟Fendi聯名的捷運 真的假的 對 所以裡面那一裝都是Fendi的 對 然後他就是 用一個很復古 但是又很時尚的方式 去裝潢他整台捷運的 那一 不行不行 我覺得這不過 你要講一個 跟 凱凱有關的 Fendi有關的 嗯 嗯 就是 哦就是那個啊 你有送我一雙鞋子 這個 這個 大家都知道嗎 有沒有 有沒有 比較特別 嗯 嗯 不好說 不好說 這太太太有趣了 真的是 就是不是 就是就是大家 不知道就是日本 你知不知道新宿這個地方 對 然後那個 新宿 新宿那邊就有 就是 就是有很多一些 呃 特別的產業 特別的產業 就是對 就是他們 他們會販賣一些夢想 哦 哦 販賣一些 對 然後 那他就是有一個地方 他就是叫 無料按內所 就是 無料的意思就是免費 嗯 按內所的意思 我就不多說了 嗯 然後 然後那時候 我們大家就是 因為我們是住在那附近 然後我們就去逛 逛那整個區域這樣子 然後 然後 然後凱 然後凱呢 他就是 你知道嗎 他就是天生很喜歡挑戰各式各樣的事 好奇心太多 太重是不是 對 然後他就是帶領著我們 就是 一起走進了那個 無料按內所 然後就是 因為我們那時候其實還不知道 那是幹嘛 直接帶你們登朵廊 對 不可能吧 然後 我們就 我們就走進去 我也真的不知道 然後那個就是我們也不會講日文 然後就 就是在那邊亂講 然後後來翻 原來就是 他就是幫忙 幫忙就是 介紹 美和 對對對 幫忙介紹的地方這樣 然後我們就 就走出來了這樣 真的是 開眼界啊 我現在 到現在還不知道什麼時候按內所 那是什麼 好啦 不重要 按內所 對啊你說 按內所的意思好像是 就是 密 密密吧 的意思 就是我也不知道 大家如果知道的話 那個 欸 就那個配 大家如果知道 怎麼帶我們去這種地方 就是 我們 小朋友這樣子 大家如果知道的話 害我嚇到這樣子 我真的進去嚇到 想說這是什麼地方 好怪 對啊 嗯 好啦 第二點 訂閱專區 雙人毛衣 有提到這個雙人毛衣 就是我們的那個 那個 我們的訂閱專區有po我們自己的雙人毛衣 就是你現在的那個啦 大頭貼嘛對不對 是嗎 嗯 對然後他說就是 我們那時候有 我有提到說 又完成了一項任務 所以問我們是要發表嗎 這個可以講嗎 不行嗎 這個不行講 但是就是還沒有發表 我們也在等待 好不好 所以可以等一下 因為 我 蠻期待的 你期待那個作品嗎 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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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第三個 想和芋頭最想做的三件事情 就算已經做過 也可以再說 我們一人回答 一個 好不好 然後最後一起那個 就是 我和芋頭很想要 哇啦 我本來 有跟他講過 然後後來他又講一個類似 就是 我很想帶他去 開賽車 可以先從卡丁車開始 嗯 對 我很想跟他競速一下 對 就看這也比較快 對 我們之前有去那個 哪一個 我們之前有去那個 對對對 就是類似 波棠武雄那種 那種 對對對 然後就一起去 就是連線那個 對 遊戲 就是遊戲機的那種 嗯 然後他開那個 他開那個 Liborghini 的那個Aventator 大牛 嗯 然後我開那個 99 911 寶石街的Turbo S 嗯 然後我在彎道都比他快喔 嗯 然後你知道我怎麼輸 你們知道我怎麼輸的嗎 嗯 我是在最後一個直線被他 因為他是那個 大牛 因為他直線比較快 我就被他直線直接抄掉 嗯 我以為你讓我欸 沒有喔 是因為 沒有 我跟你講其實我覺得那個遊戲做的蠻逼真的 對 就是因為現實生活中其實 因為大牛是V型12缸 嗯 所以他其實他那個轉速延伸上去之後 他的尾速會很快 哦 像911 Turbo 他就是一個 就是水平對臥的渦輪增壓引擎 那渦輪增壓他的特點就是在 低扭的 就是低轉速的扭力特別強 嗯 但是在後面延伸性沒有自然進氣這麼快 對 欸 那你在講汽車的時候跟你剛剛在正常講話的時候 怎麼聲音差那麼多啊 剛剛好像好像年紀突然差蠻多的感覺 對啊 就是像那個啊 你們有看過那個 烏龍派主席 對對對 就是他是叫本田吧 是 對就是會騎摩托車的那個 OK 好好好 謝謝 謝謝芋頭跟我們分享 那芋頭你想要看我做的一件事情 你說說看 想要看你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剛剛講說我想跟你開賽車 對 那你有沒有想做的事情 我們講三件 我想要 嗯 我想要帶你去看一場 一級方程式 嗯 那個錦標賽 哪裡的 其實都可以耶 因為我現在 我也是也一場都沒有看過 你不是說你有 你沒有 你覺得最適合我們去 然後你這真的很 想要去的那場賽事 很多耶 其實我每一場都想去啊 只是就是 如果你說最適合的話 對 我覺得飲食必勝一定要去一次 嗯 然後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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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比利時吧 比利時四怕 四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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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在回來 日本回來的時候呢 我有看 GT方 那個GT跨界玩家 我真的沒騙你 我看到 哭了好幾次 靠 真的很感動 然後那個追尋夢想 跟他裡面人物的刻畫 我覺得都 讓我覺得蠻喜歡的 所以 因為那部電影 我後來就是去 跟他討論的那些賽道啊 然後耐力賽 二次就是耐力賽 我就覺得哇靠 那真的是 就是這招賽車的魅力在裡面 雖然可能大家都覺得 噢 他只是 噢 因為車子我在這邊開車而已 對 真的 沒有 蠻 喔對啦 還有那個啦 就是我之前跟你講的 對啊 就我們那時候健身有聊 他就跟我說他有看 嗯 然後我們就聊說 就是哇 他就 就是因為那個 他那部電影的最後一個比賽的區域就是 去年的 那個 歷班的四兄世代就賽 嗯 然後 就是他就覺得 喔那個電影中 拍的很盛大 很盛大 一開始國軍 對 法國國軍 全部都來幫忙這個 對對對 可以看到他的那個感動的那個 那個盛大的程度 對 就跟大家淺淺講一下這個 嗯 就是這個 法國二四 淺淺的講就好 淺淺的講 利曼二四小四難易賽 他是一個 賽車界非常龐大的賽事 然後他是在一個叫利曼 法國利曼的一個小鎮去舉行的 然後那個小鎮呢 平常其實只有大概 居住人口大概就是 幾萬 就是 好像一萬人都不到 但是當這個比賽開始的時候 最多可以 就是那個小鎮可以融入幾百萬人 你就知道這個比賽多誇張 嗯 嗯 好 淺淺的講就好 OKOK 淺了 好 那我有點想要你回答 再回答一題就是 你最想要跟我做的一件事情 為什麼要給你回答 是因為我覺得 我有能力 就是讓你完成 嗯 對 所以 我想聽聽看 你還想要 比如去哪裡 或者是 你很想我帶你去哪 哪個地方是你一直很想去的 或者是我們做一些什麼事情 什麼樣的挑戰 或是什麼 什麼樣的 事情 這樣子 還是先讓你想一下 先讓我想一下 好 OK我們下一題 看到專訪呢大家都想要跟凱凱合作 凱凱 請問凱第一人選是芋頭嗎 喔這個我真的 我覺得我有分享過 其實 真的最近 就是跳出他們生日的那個奇蹟官方剪的影片 然後想到那天 那時候我們在選角 對 確實我跟點點跟博文 我反而跟博文最有交集 跟因為他 就我跟他 他很好笑 他就說 欸 我突然想到我好像認識你 我好像看過你 在龍洞 然後他說他有一次去 大概是好幾年前 他在龍洞跳水的時候 看到對面有一個人 在龍洞 然後拿著帳篷 然後拿著一個很長的自拍感 然後他對我這個人很有印象 然後他突然發現這個人是我 然後 我們就很 蠻有話聊 因為他也拍蠻多廣告 然後所以我就 就是 跟他聊得還不錯 然後覺得這個人 也很 很有禮貌 然後 很 很柔和的一個人 然後也很 也很有他的Mandu 所以那時候我反而跟博文 比較有交集跟聊天 然後我也有跟大家分享過 芋頭那時候就是 就是 就是他很 把自己隱藏著 所以你看 就都沒有看到你的照片 你就是 你不知道躲在哪去欸 你那時候 我沒有把自己隱 我就是站在旁邊 對 就是他沒有太多的 主動去表現什麼 所以我才會說 就是他那時候給我的感覺很像 黑寶 就默默地躲在森林當中 然後看這一切的變化 這樣子 在看 觀察大家 但是呢 就是 我真的也可以 我真的也覺得 很妙 就是我們到後來 有辦法成為白飯 然後 有辦法變那麼好的原因 我 我相信大家有看很多專訪 我覺得大家可以理解 就是 這個是我自己沒有辦法去預判到 因為就是 我覺得很多時候就是奇蹟就是 欸 你跟一個人相處 你 你本來以為你應該是 會喜歡怎麼樣的人 然後怎麼樣的朋友 怎麼樣的性格 但後來發現 其實有些人可以顛覆你的想像 就是 但我覺得我們能夠變那麼好的原因 最主要是因為 就是 我們有耐心 所以我剛剛跟大家說 你們如果要找一個 另外一半 要找有耐心的人 因為我覺得有耐心可以促成很多事情 然後也可以完成很多事情 就是我沒有耐心的就是 彼此去理解彼此 所以 我才發現說 欸 其實我們雖然非常的不同 但是 其實在某些事情上面可以互補 然後 在一些 就是 地方 我可以去學習他好的地方 所以 我們才有辦法變得那麼好 然後到現在的話 我會覺得 他就是 就是 我會選擇的 白衝液 對 不用質疑 好 你有想到嗎 還是我們下一題 我有想到 唉唷 嗯 你好像跟我同一個平面 不然你會那個 沒有 我想要去 沒有啦 嗯 我不知道啦 其實我真的沒有想到 那你有想到什麼 還是 先去泡個野溪溫泉 唉唷 好像很不錯 突然想到 因為我覺得現在很冷 對啊 對啊 好像可以去泡個溫泉 泡個溫泉 你會想嗎 也吸溫泉 還好 還好 因為我覺得我對 我現在 我現在對其實很多事情都沒有什麼欲望 蛤 靠 這樣好嗎 不知道 我只對 我只對 車有慾望而已 那怎麼辦 完蛋了 那 所以要帶你去找慾望 就帶我去看車 就比如說 可以一起去看個車展 我看車展 你確定你是看車嗎 看車展嗎 看車展啊 不然你去看什麼 看車展 不是 有車展啊 我知道啊 不然你去看什麼 我們不是在路上就可以看到蠻多那個 可是車展不一樣嗎 車展是車展 車展就是有各種不一樣 可能連 台灣都不會有的車 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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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車展什麼時候有 我記得最近 好像有蠻多資訊的 欸我記得車展是在年底 對啊 年底啦 對啊 年底啦 那要不要去看 可以看一下 好 就比如說像 那個 最近那個啊 藍寶監獄的那個總代理 有進來一台 SCV63 然後那一台 那一台的價格大概是在 好像是八千萬台幣 還是八千萬一鎊 好 這你可以慢慢那個 跟你的那個 訂閱的人分享 好 那 那 我有點想去 我現在有點想去野席溫泉 嗯 還是我們去野營 可以啊 可以 都可以 對啊 好 好 OK 然後有人問我們說那個 為愛 對啊 有人回答英鎊 什麼英鎊 好像有人知道 真的假的 八千萬英鎊 八千萬英鎊 八千萬英鎊是多少錢 不知道 反正他就是 而且那台車你也不能開回家 你只能放在藍寶監營那邊 然後就是 如果你要開的話你就打電話給他講 然後還幫你預約賽道跟計時 就是有錢人才能玩的行 嗯 嗯 好啊 你就喜歡那麼舒服的東西 好 含車量過高 好 那個 第五題 為愛 欸 玉董你的為愛咧 幹嘛 你們講一下 就是 就是我們 就是你們就等 你們就等 就是就會有嘛 你不要急嘛 因為跟他講 就是 有保證大家 我跟你講我在那時候 記得在八大直播 有跟大家說 對 我粉絲到十萬 我就會 對 釋出 彈唱為愛的影片 釋出 跟你彈唱為愛的影片 釋出你的四人影片 影片嘛 有沒有講 那時候是不是這樣講 嗯 那就是會有 喔 等一下嘛 對不對 等一下 請讓他等一下 這個是需要時間準備 雖然我們都已經弄好 只是 可是還有一些後製 或者是什麼 了解 對啊 就是會有的東西 好 他承諾 他承諾 好 然後想要問 和芋頭是相補型還是相似型 兩個人安全感和新人感 是否足夠 想問一下線下 白與飯有沒有聯絡 除了工作以外 然後 對 什麼啦 這在講什麼廢話 這不是 對啊 這沒有沒有這個 那個喔 沒有啦 不要這樣 對啊 不是啊 這個 我們不是常常在po什麼 一起去健身啊 對 或是怎麼樣 一起出去玩什麼 因為我們也會一起去那個啊 秘境啊 跟你去秘境都有po在那個 但最近 那個其實就不算工作 那個就真的是 真的 你只剛好把它紀錄下來 給大家看而已 嗯 對啊 對啊 所以呢 這一題就是 嗯 問得太好笑囉 好 OK 然後呢 凱凱跟芋頭聲音好好聽 可以敲碗一個起床鬧鐘嗎 暴躁版跟溫柔版 打工人確實需要 喔 欸 大家其實都會解嘛 對不對 那不然我們就來一個 那個 鬧鐘好不好 嗯 暴躁版 叫 他們起床 叫他 叫你 叫你起床 欸其實我跟你講 嗯 你你如果好 如果你說你的起床 欸 起床 敲碗一個起床 溫柔版 你你會怎麼講 溫柔版啊 起床囉 起床了嗎 起床了嗎 寶貝起床了嗎 還在睡喔 快起床啊 你不知道還要上班 好不好 你上完班 我們去吃好吃的 好不好 起床囉 走 走 去上班 欸 這是帶黑糖的 走走 上廁所 走走 走 那你來一個暴躁版 暴躁版 還是你要溫柔 還是暴躁 我覺得暴躁 其實我覺得暴躁 我可能跟大家理解不太一樣 就是 呃 比如說暴躁可能大家就會 大家就會覺得說 欸起床囉 然後就是那種很大聲 那種 但我不覺得是這樣 我覺得是要讓你們聽起來很暴躁 喔 那叫做暴躁版 好那你來 你來示範 欸 起床囉 欸 起床了啦 欸 欸 再不起床我走了 起床囉 好 欸 幹嘛啦 好 暴躁版 這個 我跟你講早上 你沒有讓我感覺到很暴躁啊 不是 是早上你早上如果聽到這個聲音 你也覺得很煩 不會啊 你就會很 真的 那是因為你現在沒有在睡覺 我是認真的 我剛剛覺得還蠻溫溫的 不是 我跟你們講以前 以前我高中的時候 以前我高中的時候 他就是 就是我們以前 我也是體育版的 然後 早上我們都會 好像五點 還六點就起來 成 成操 就是成練這樣 欸 不然我們叫經紀人來一個版本要不要 不 經紀人走了 經紀人走了嗎 經紀人走了 你把他扣他回來 他都走 他回家休息 他幾點了 對啦 不要麻煩經紀人 不是現在我講完 然後就是我們六點就要成練這樣 然後 我們就是 我們都睡在同一個情室 然後我們就有一個朋友 有一個同學 他早上叫人起床的方式就會這樣 然後那就是會讓人就是 很不想起來 但你剛剛真的還好 你可能沒有 沒有 不是 是因為 沒有 真的 只是因為大家現在沒有在睡覺 所以大家可能覺得我在搞笑 好吧 這是真的 好啦那 你們記得把剛剛那一段結下來 然後 然後 當你們睡覺的時候 有一天放他的報照版本 可不可以再 讓他知道一下到底 對 是真的 對 OK嗎 他們都覺得我很不認真 我不懂 為什麼 可能就是因為 他們都覺得我在搞笑 你才容易說 黃色 黃說黃 就是有點林佑佳的 我沒有說黃 不是 我今天那個是 想要給大家一個驚喜 你知道嗎 就是 什麼東西 其實大家都覺得說 喔我要去睡了 什麼的 但是我想要給大家一個驚喜 你好棒 就是給大家講說 欸 芋頭突然出現 對啊 欸好棒喔 好有 好有心喔 對啊 那剛剛那個經紀人也是你模仿的嗎 對啊 蛤 承認喔 那你就來一個經紀人版本 對 我不會啦我剛剛才會 你不會啦 我現在感冒好了 你現在感冒了 欸好快看到我就好了 對 靠我講話喔 真的是很會避責任欸 好ok 好 好 欸 凱凱給芋頭測過九型人格嗎 有喔 其實我最近才給他測 但是 我其實 早就研判他是五型人 就是 五型人就是一個剝削多文者 就是 他會專在自己的世界裡面去研讀很多東西 然後呢去理解很多 你看F1 然後呢品牌什麼東西 對 但是呢 就很容易呢 胎在自己的孤島裡面 然後不出來 不了解世界 然後呢 突然講一些東西 就是很莫名其妙 然後呢他需要去和這世界融合 這也可能就是愛人的那種感覺 然後呢 所以呢我們在這個呢 HOOP的過程中 他可以學到一些優點 我可以學到他一些 對於車子啊 知識啊 的那種 研讀的那種東西 所以我覺得呢 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事情 對 好 那你知道我 這個人格代表人物是誰嗎 欸其實我 那時候有寫 對 波爾摩斯 不是 波爾摩斯 不是 波爾摩斯 愛因斯坦 愛因斯坦有啊 波爾摩斯也是 對 波爾摩斯是虛構的人物 對啦 對啦 愛因斯坦 謝謝 不用謝了 沒有人在 欸沒有人謝你耶 你看你看你看 沒有人謝你 沒有人謝你 好啦 最後回答幾題 來 現場開放 現場 就這個 可以求一個生日祝福嗎 生日快樂 嗯 很認真吧 好認真 好認真 好棒 喜歡你剛剛說希望大家 希望大家 不是啊 當然大家過得好 就好 大家要過得好 很重要 什麼 嗯 這個 什麼 我 我看成 芋頭 你知道 太遠 你知道嗎 我先把 你把什麼看成什麼 沒有 嗯 不想講 話說怎麼知道別人對自己不是朋友以上的感情 你覺得 話說怎麼知道別人對朋友 喔 是不是 是不是朋友以上的 這就我跟你講 就是 就是我可以看 可是這個 這個 這個議題好嗎 你覺得 我不知道你要講什麼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就是我們跟何哥在討論評語 是不是聽人 啊 喔 那你要怎麼講 我覺得喔 其實 我覺得我自己 本人就會有一種 磁場跟感受 可以去 感覺到這個人 我覺得 眼神 我覺得不只有眼神 我覺得不只有眼神 就是其實 因為像就剛才講的 嗯 我是一個很會 在按照觀察 觀察的人 所以其實 就是各種原型舉止 或是其實就是什麼 就是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人 他的性像 是怎麼樣 嗯 你懂嗎 就是 可是 可是會不會有 可能不準啊 的狀況啊 對啊 就是 比如有一個人 比如有一個人喜歡你 你不喜歡他 然後你是 你是怎麼判斷出 你可以感覺到他 從朋友的 視角慢慢 轉為 好像有點曖昧了 然後你 你其實 對對方沒有感覺 你要怎麼去感受這件事情 通常 你會發現什麼事 就是 譬如說 譬如說 今天 我覺得 我覺得要看是怎麼樣 譬如 你不然你注意 嗯 要怎麼講 好 譬如說 可能 今天你大學同學 嗯 然後可能你的同學喜歡你 嗯 那其實 其實用 如果你們 就是 他剛剛問題是什麼 他會說就是 你怎麼去判斷 判斷 對方好像對你有 朋友以上的感覺 朋友以上的感覺 對 所以 那這個前提就是你們的 相處模式 是像 朋友 對吧 那 呃 呃 朋友的話就是 你們當然就是會一起出去啊 或者是一起做一些事情啊 就是像朋友一樣 那 其實我覺得每個人 他們都會有一個 尤其是 呃 每個人他們都會有 呃 一些 一個安全階限 嗯 就是 比如說你這個人在這邊 他 其實是會有一個防護造災的 那在 非必要的情況下 其實 人 之常行 其實他們是不會讓朋友 進入這個界限的 嗯 對 你懂嗎 就是譬如說 欸他自己團克一過來這樣子 嗯 靠你很近 可是搞不好有些人真的是 就是這樣 我遇過很多人 他對很多人 都是這樣子的接觸 他們對於身體的界限 跟一般人不一樣 我還沒講完嘛 嗯 呵呵 我真的還沒講完 對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 還有一些細節啦 就是譬如說 你就去想說 欸為什麼 這個人他願意花心思 為你去做一些事情 嗯 對 譬如說 他特別寫卡片給你 對 或者是 特別送禮物給你 或者是 可能在你 呃 可能在你 需要幫忙的時候 就譬如說 你突然流鼻血了 嗯 然後 然後 然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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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時的拿出一張衛生紙給你 嗯 然後他可能 因為 因為我其實是一個人 很會 很難流鼻血 對 因為我鼻子比較 鼻孕目比較 比較薄 然後 他可能就是 在下一次 他就會準備一個衛生紙在身邊 嗯 然後 就是他就已經知道你會那樣 他記住了 嗯 就這 這個就是細節 所以其實就是從這些小小的細節方面 就可以觀察出 一個人他喜不喜歡 這樣 嗯 對 好 我覺得你 觀察的蠻透徹的 欸 但是 為什麼我已經看不到大家的留言了 因為大家都下線啊 真的嗎 那我 那我就走 對啊 對啊 為什麼 是IG的問題嗎 欸 你可以 對不對 好 那在這邊呢 最後有提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其實呢 我 20萬粉絲 想要做的不只是直播 我想要送大家一些東西 所以 我 最近幾天 會有一個小小的抽獎 我想要做 我想要做一個抽獎 對 就是大家可以參與 會是一些 不錯的東西 然後還有一個很厲害的 我跟 我剪輯師他 做的一個專屬於我東西 然後我會把它完成簽名 然後抽出來 我覺得那個蠻酷的 和大家講一下 我這邊看不到大家的留言 這邊有 對 所以呢 大家在 在 持續的 關注一下 我 接下來會發文 有抽芋頭嗎 抽芋頭喔 你說拿那個 那個 鞭子抽 抽 抽芋頭 是不是 嗯 我覺得 可能需要一下 可能需要一下 好啦 大家晚安啦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咧 不然我們就要回家睡覺囉 然後看門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你選一下 我 我F1快開始了 會會會會 我們會打麻將 啊好 回答完了 啊啊 就這樣 對啊 你剛剛不是回答 好 OK 好 希望大家 最後 芋頭 跟我們的粉絲們 說一下 說一下 一句話 祝他們 明年怎麼樣 你最想要 跟他們說的一句話 我覺得 在這邊先祝大家 新年快樂 對啊 就是 快要過晚了 然後 我覺得 我覺得 大家可以回頭去看一下 說 就是你今年做了哪些事情 或者是 你今年獲得了什麼 或者是 你失去了什麼 那 你明年要達到什麼樣的 目標 或者是 想要 做什麼樣的事 完成什麼樣的事 我覺得就是 每次年末的時候 其實都可以想想 因為 我覺得這件事情 是滿有意義的 對 所以 我建議大家寫下來 對啊 因為我 對我最近呢 深深的感覺到 事情很多的時候 你突然想到 你想要做什麼 然後 真的很快就飄掉 忘記 所以 記下來 代辦事項 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要多利用工具 對 然後 我在這邊也是 真的很希望 就是 當然我希望我們呢 都會 接下來有更好的發展 然後 也希望芋頭 第一部作品 就 真的是 很棒 然後希望你下一部 我也會持續 看著你 支持你 然後 對啊 我們都很希望可以再 繼續 創下 就是 創造更多角色 然後 創造更多 身份 對我來說 因為我很想要去做一些事情 其實我一直努力在默默的 在執行一些事情 還 因為我這個人 就是不太想要 就是我是先做 再說 所以 我會陸續和大家分享 所以 希望大家再多多關注 然後 再一次提醒大家 就是真的很希望大家 要把自己看得 當做是第一 也不是說 這件事情就是 對 就是 你看其實我 想一件事情心裡面就會 跳出很多小劇場 就是我希望大家 把自己看得重要一點 就是 好好的過好自己的人生 你們的人生才是最重要的 然後 追尋自己心中的理想 追尋自己心中想要的樣子 然後不要太 不要太被自己現在的家所 所 所 限制 或覺得說 就是老天都這樣對你自己 就是 真的 你看我自己其實 自己的過去跟芋頭的過去 他也沒有辦法去想像到 今天會是什麼樣的 改變跟狀態 對 所以真的有時候 這就是一條路 對 就是我們見面會那天不是 我們不是有抽到一個粉絲 然後說要叫他好好活下去嗎 對 真的要 也不是說好好活下去啊 就是 就像我在那個Keyden 那個專訪 裡面講的就是 好好活下去當然是一件事情 但是 就像你剛剛 然後在 就是Keyden裡面講 然後在套用你剛剛講的 要相信自己 對 不是說要相信自己 是 你必須要 嗯 跟你也只能這樣 嗯 因為不會離開的人 就是你自己 對 就是 就是你不會騙你自己啊 對啊 就除非你這真的 像我以前就是 心態有問題 就是心態 對 所以你當你重振旗鼓之後 你真的相信你自己 你知道你自己要做什麼 那才是 最重要的 而不是別人 怎麼樣怎麼樣 嗯 嗯 對 對 所以 因為我 我有時候不敢講太多 因為我覺得 就是 有時候真的是 過多的 心靈雞湯 就會覺得很像好像在說 對 心靈雞湯其實 其實 大家也覺得說 我們又在講這些了 就是又很 也不會 我會覺得就是 很多人 可能真的過得很 不舒服 對啊 對 是我沒有辦法理解的 但是我只是 自己想要分享 自己曾經 也很 不舒服 對 不舒服的時候 對啊 你要 我跟大家分享 那個不舒服的狀態 我是真的 把自己 那時候跟我自己講一句話 就是 whatever 就是 我就是來玩的 我在這個地球上 我好像超脫了這個地球 我就是把這當作 我是一個角色 然後我是一個 RRPG 我是一個線上人物 我就是來玩的 然後不要把 我現在眼前的這些東西 當作是一個 無法改變的事情 它就是一個關卡 它就是一個 你破了 就能夠得到獎勵 你沒破 就是現在裡面 的狀態去過 我真的就 發現 你轉換那樣的頻率之後 你吸引來的東西 完全不一樣 然後你的心態 也會提升到那樣子的頻率 所以 真的是建議大家 就是 可以好好思考一下 然後呢 年 今年也快過完了 然後好好的反省跟 細數一下 然後也可以 開心的看看 這一年 做了些什麼事情 然後 我真的也很感謝 這一年 很多豐盛的 這些祝福 過程 然後很多改變 這一年真的對我來說 是很大的改變 然後 我其實真的覺得 很感動很開心 然後也 最感動的是 我很感動我的心態 變得 有 有 有變得不一樣 不是我 不是感動我的心態 變得不一樣 那也是啊 那是因為我 我改變了 然後 所以我看到我身邊的人 他們也變好 所以我會覺得 那是一種共好的狀態 對 其實真的 我跟你分享過 你說 因為我的一些狀態 讓你 有所影響 其實我是真的是超感動 因為我覺得 我活著好像很有價值 對 所以我很開心 看到你從 以前那樣子 變到現在 你其實真的改變很多 雖然就是 很會睡覺 對 但是 就是 但年輕嘛 我21歲的時候也是 不是這樣 你知道嗎 就是其實 當人一天用太多腦袋的時候 大腦就會自動 欸 你看 我脖子會動 休息要比較久 欸你看我脖子會動 是不是有這樣的可能 就是 因為我 我真的太聰明了 欸我脖子會動 太聰明了 所以 欸你看我脖子會動 就是 休息比較久 欸真的欸 你看我脖子會動 好啦 大家晚安 好好睡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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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就先這樣囉 拜拜